大家好,我是Omega 相信大家一定有聽過NFT 我自己也有出一套NFT 叫做OMGVERSE 非常可愛,價格又非常便宜 大家趕快去支持我一下 帶幾個回家喔 以PFP頭像式的NFT來說 一套有五千個、一萬個 比方說像是當紅的無聊員、哥布林等等 一個一個去畫的話會花到死 所以大部分都是好幾個屬性去組合出來的 比方說十種頭髮、八種五官、九種衣服、七種背景 用工具去把他們圖形組合出來 市面上也有些工具讓你做這件事情 不過今天我要介紹的這組工具是我自己寫的 可以說是市面上最彈性、最好用的工具了 怎麼說呢?看完這部影片你就會知道囉 要使用這組工具 首先你要有一台電腦 我這邊用Mac當作示範 那PC我沒試過應該差不多 再來你需要Photoshop 如果你沒有Photoshop 應該也可以下載試用版啦 我也是沒試過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工具都準備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到這個下載頁面 我會把這個下載連結 放在影片說明的地方 這邊有個下載的按鈕 按下去 儲存下來 下載之後我們把它解壓縮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兩個檔案 第一個這個是網頁 這個是用來產生各屬性的組合的數據 另外一個是JS檔 是Photoshop的外掛 那就是用來組合剛剛的數據 產生圖形使用的 當然你要必須先畫好各屬性的圖層 我這邊打開OMGVERSE的圖檔 做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圖檔必須以這樣的方式組成 這個非常重要喔 比方說呢 我現在有五種屬性 這個五官 然後頭髮 衣服 膚色 背景 以這個五官來說呢 我裡面有11種五官 好 比方說我這樣開關給你們看一下 11種五官 那你就必須用這個資料夾呢 把這個你的這個11種全部包起來 那這11個都是一個一個的塗層 那你那些 暫存的塗層 你都要把它刪掉 把它維持一個乾淨的狀態喔 那頭髮一樣呢 我現在這邊有18種頭髮 也是一個一個塗層呢 去這個呈現 那我衣服也是18種 膚色呢 我有7種 背景呢 我有10種 我們把這個數字記下來啊 也就是呢 從上到下呢 是 11 18 18 7 10 這個數字呢 我們把它記下來 之後呢 我們打開剛剛下載的這個網頁 解壓縮出來的這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呢 我們把這邊這個範例先刪掉 輸入剛剛的數字 11 18 18 7 10 好 那它這邊有一個Random Result 就可以打亂各種組合 我這邊先不勾選 還有一個Limit Combinations 那這個可以限制產生的數量 免得花太多時間 我這些都先不選 然後直接按產生的一個按鈕 你可以看到它花了一些時間來處理 好 其實也蠻快的啦 第一行呢 是一個流水號 那後面就是各屬性的這個數值 我把它拉到最底 你可以看見我剛剛輸入的這一組呢 總共產生了24萬組的組合 接近25萬組啊 非常的多 所以剛才也花了一些時間 計算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今天因為測試的關係呢 我們來給它一個限制 我限制10組就好了 我再按產生給你們看一下 欸 它就非常快的就是產生出來了 就10組出來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這個後面的這個屬性啊 這個排列的非常規律 等於沒什麼變化 所以呢 我這邊讓它點勾選一下Random 再產生 那它就會用這個比較亂數的方式呢 去產生這樣的一個排列 那因為你點了這個Random之後呢 其實每次按出來結果就會都不一樣 好 這個是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喜歡的就把它記下來 好的 那假設我現在這一組 欸 我覺得還OK 我就把它存下來 去選它一下 然後按Command A 去做全選 然後按Command C做複製 那這時候呢 我去使用文字編輯這個工具啊 新增一個文件 好 那你用這個Windows的話呢 你可以用記事本 那如果你Mac的話 用這個文字編輯的時候呢 我要先把格式 改成製作存文字格式 好 然後按Command V貼上我們剛剛複製的東西 好然後按檔案 令存新檔儲存 我存在這兒 那這個地方 命名的地方呢 我們要稍微改一下喔 好我隨便取個名字 但是副檔名的地方呢 請記得改成CSV 那這個CSV檔 其實它也是存文字檔啦 但是呢 你存成CSV之後呢 你未來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用 比方說Excel 或是Google Sheet打開來 那 它就會是一個表格的形式 好我們回到Photoshop呢 確認這個圖檔是打開來的 按一下File Script Browse 去選擇呢 剛剛我們解壓說出來的這個JS檔 然後呢 它會提示你 等一下我們要去選這個CSV檔案 好這時候我們就去選 我們剛剛另存出來的這個CSV檔 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做計算 就把這些圖形做一個組合 那因為我用比較小圖檔 它算的比較快 如果呢 你這個算的是大圖 它就會比較慢 那中間你想要暫停的話呢 想要取消 你就可以按一下Cancel 它就會做一個中斷 好 那它很快的把所有的結果都算出來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圖檔的這個資料夾呢 你可以看到結果 一個一個的結果 總共算出了10張圖 以下就算完了 非常的方便 那在這個市面上呢 有很多這個工具啊 這個它有些會限制圖檔的大小 有些一定要線上操作 有些還要限制綁定你的錢包 那一來是很麻煩 二來呢 又有一點不安全 你會怕怕的這個錢包被人綁架 所以呢這整個影片看下來呢 你一定會覺得我這個工具啊 實在是太棒了 一來又安全 二來呢 這個原始碼 你又看得到 這個 你可以檢查一下 裡面是不是是安全的 而且呢 如果你還想要什麼進階功能呢 你還可以直接改原始碼 去達到你想要的進階功能 是不是很值得贊助一下呢 如果你想要贊助我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去買個OMG VERS的NFT支持我 或是呢 你想要抖內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抖內到這個 omega phone.eth 這一個錢包 好啦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是不是覺得產生一萬個NFT 也是非常簡單的事呢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喔 那最後請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和分享 頻道的話呢 就是訂閱 加上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